好了 鄉親 繼續來看 原民運動的前輩 高益生 是阿里山做做的領袖 關心做人的教育 推動民族的主題 但是在日日八十年後 讓人去關 民國四十三年去鄉親山 他來坐隔一年又七五月時間 社群的10點的家室和高客 叫給家室 其中有很多讓環境保留下來 現在他的學生 反應經理出色囉 在日高路園一位唱歌 高益生在隔閣當中 寫好姨太太的歌曲 春之佐寶姬 也跟大家一起去一九五二年 高益生坐咖的那個時候 高益生是阿里山組做的領袖 也是教授受過高領教育的原住民 做過警察 老叔 做客家和鄉長 全心全意 搗進去民族主題 但是日子八十年後 因為協助 審暗者比我們 強領起來 以為鐵冰暖罪名 在一九五十年慶寬 是八色恐怖受人家 他在隔閣當中 寫幾十封的家室 都是希望可以和家人團圓 但是雖然是最後的特別 我們最感動的是 最後的一封信 給我縫字衣服 內斷是最感動的 我的魂一直都會有 高益生在隔閣當中 把警察過的小名 變成一封一封 當人的家室 他的學生又人家 跟這些伴 變成是台灣人權發展的重要力量 因為我不想忘記 追求自由的心 父親 我們做到吧 謝謝